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如实揭开生命真相 宇宙奥秘 好 这个单元啊 请大家看讲义 第十行第三季 1963年诺贝尔医学奖得主 英国科学家A翰艾克里杰斯 即证实人死亡之后 灵士是永生不昧的 灵士是万法的根源 他是恒常不昧 这一段是藉由诺贝尔医学奖得主 黑汉艾克里杰斯 用科学来证实 让我们用科学的观念 来了解 也足以印证呢 如是道三教啊 所讲的这个真理 是真实的 也能够让我们 用现代的观念呢 来真正的了解 人死亡以后啊 如同这一位诺贝尔医学奖得主啊 黑汉艾克里杰斯 所证实的 灵士呢 是永生不昧的 好 我们再请看下文 是知我等人生 缘起于前生灵士 不昧之主因 以神是能量场之形式 投胎已有缘的父母 藉由父经母卵的助缘 建构 妻体受生 如是三合因缘之祭祖 而由母胎孕育出生 我们每一个人 来到这个人间啊 的缘起 所谓人生啊 的开端 它是取自于前生 灵士不昧的主因 经过呢 现代科学家的证实 我们来自于前生的灵士 这个就是主因 好像种子一样 那神事呢 我们用六根啊 感受不到 因为神事啊 是以能量场的形式存在 换句话说呢 它是无形的东西 从这里开始啊 我们即将要讨论 所谓的常 跟直 直呢 就是你看得到 摸得到 六根感受得到 但是常呢 就是一个磁场 一个能量场 六根感受不到 但是它确实存在的 这个就是 所谓的能量场的形式 所以呢 当灵士呢 来投胎 与有缘 父母的时候啊 这个 父母是当事者 父母都感受不到 灵士来投胎 灵士是一场的形式 藉由 父亲的精子 母亲的卵子 所谓父精母卵 它是一个住员 住员呢 就是提供条件 它不是主因 主因啊 是当事者 本身那全身的灵士 因为它不媚 是以能量场的形式啊 找到今生那头缘的父母 由父亲母卵的住员 提供条件给他 建构呢 今生的肉体受生 这就是所谓的三合因缘 主因就是当事者的灵士 那住员呢 就是父精母卵 精跟卵是两个条件 结合 所以总共啊 有三个 就是灵士的主因 跟父精母卵的住员 这样的三合啊 因缘记住 借由母亲的怀胎啊 印一年十个月啊 而出生了 生就是这样来的 所以我们 藉由科学家的证实 能够让大家清楚明了 生从何来 生是来自于前生啊 这一段生死结束以后 就死了 死了灵士不灭啊 就变成来生的主因啊 我们这样听啊 会有一个错觉 以为我们生生世世 都会来做人 即使未必 所以我们 在佛陀教义里面 他很明确的告示 这个灵士呢 在今生分断生死 结束以后 离开这个肉体 他的念头 可分成为六大类 三大类呢 是会变三三道 就天 修罗 还有人 那另外呢 三大类的念头 所谓的贪嗔痴 会变三恶道 就是 出生恶鬼 第一 念头的世界分成 这六大类 它是来自于我们 今生的念头 所以我们人啊 如果贪念很重 那今生结世以后 灵世不昧 那来生就会变一个恶鬼像 他就不再变人像了 那你要做人呢 要记住五戒心 我们知道啊 五戒年是 不杀生 不偷盗 不学淫 不妄语 不喝酒 这样的五戒记住啊 有条件你再来做人 这些是十项真理 前面我们 都一直提到 这些真理 不是佛陀发明的 而是佛陀 误入圣实 他只不过把真相告诉我们 所以我们不要误会啊 你制定的条约 我为什么要去遵守 不像真理啊 你信 也是这样 你不信 也是这样 科学家提出来 后夜啊 理论 你相信 太阳会出来 那你不相信 太阳一样会出来 所以这个基本的概念啊 我们一定要清楚 我们才不会落在 个人主观的意思 所谓信以不信的问题 这个才是 十项真理 好 接下来我们再请看下一段超文 前习因果定律 生命宇宙天地万物则 皆是大道至公所生 无有厚此薄彼之分 由生而媚称无 由媚而生称游 自然而平等奇观 无为而毫无角色 何谓前习因果定律 这里告诉我们 生命宇宙啊 天地万物 都是你 大道至公所生 这个 以我们人心来讲啊 是大公无私 天有好生之德 那天呢 就是大道至公 生命宇宙天地万物啊 都是在大道至公之下呢 没有厚此薄彼之分 我们人啊 在念头的世界里面 每一个人的贫富贵贱 寿命啊 都不一样 而且呢 差别很大 那我们不了解真相 以为是上天的安排 很多人不是怪上天 就怪父母 这些呢 都是我们用忘心啊 在差别相里面呢 茫然不见真理 所以这里真理 你如果了解 天有好生之德 天呢 是大公无私 像这里讲 大道至公 不会说对谁比较好 对谁 比较不好 在这里啊 我要跟大家说明 你认定了这个天啊 是头顶上那个天 他有好生之德 那个是属于事 事物的事 真正的主导者 是你 那个 就是你的心 你的心 是主因 它是一场的形式存在 所以你看不到 摸不到 你今生 更感受不到 你前生造的是什么样的月因 那这个月因呢 落在我们的八四田中 就像我们电脑的硬碟 可以储存很多很多的档案 让它呢 一直存在 那因缘会合的时候 把这些档案叫出来 所有的影像就变出来 所以人生到最后呢 会把今生啊 所有的经过呢 录影下来的 他会倒带 然后再play 播放给自己看 回忆人生 那这个人生 所有的一切造作 给他加减乘处 算总账 结账起来 如果贪恋是最重 他一口气没来的时候 他的灵世主因啊 就变现你恶鬼法界 就像我们来做人 是脱胎于父母 就是这样的一个 实际的状况 这个就叫做天 这个天呢 就是你全身的造作 那我们人活在当下 每一个人呢 富贵贫贱呢 都不同 除了来自于前生啊 乃至 无量节以来 累积下来的 太复杂了 再加上呢 我们今生啊 前段的因 那是更加强而有力的因 这样呢 因为错终复杂的在你的心中 你自己又不认识他 因为一场的形式存在 六根感受不到 所以我们都会怪罪于 头顶上的天 其实我们头顶上的天 有好生之德 就是大道志工 无有厚子薄彼之分 那每一个人命运差别这么大 它是来自于 你灵体的天 全身的造作啊 落在你灵体之下的 这些夜阴种子 才是变现今生果报的真相啊 我们从主因去看 主因就是我们的念头 念头是生生妹妹的 所以呢 我们看到一切现象 也都是生生妹妹而变化无穷 那这个现象呢 如同这里所说 由生而妹称为无 由妹而生称为由 像我们人啊 一口气没来 死亡了 灵体 离开了这个肉体 肉体没了 但是灵体呢 又变现了下一阶段 又生了 那我们了解真道学 找到自心真体的源头 它是无腻 清静不染的 所以呢 我们今生啊 寿命到了 来生 生到清静庄严的光明世界 我们深入真道的真理 能够了解 一切是自然无畏 就像前面讲的 这个天呢 有好生之德 它是大道志工所生 不偏不倚 而每一个人的差别 是来自于个人的业因 个人的造作不同 所以呢 无为而毫无角色啊 一切呢 都是自然无为的 那我们了解真理以后 我们就不会怪罪于外在的天 更不会怪罪于我们的父母 我们了解自心真体 从这个本体上呢 来努力用功 将过去的呢 抛以酒消淫外 那我们呢 积极地建设我们的未来 那你当然要 朝向于自心真体 来落实 必然是开创你光明的来生 这个就是平等奇观啊 无为而毫无角色 我们看到生命宇宙的真相了 再请看下文 在万物万象中 花草树木 植物盛起助然无为 而能开发结果 种子既因成熟 硬化 遗传幼苗 即位 种豆得豆 种瓜得瓜 我们在万物万象中啊 看到的花草树木 一切植物啊 都是自然无为 而这些呢 花草树木 能够开发结果 我们从这个角度来了解 种子基因啊 成熟 硬化遗传的幼苗 这个就是 众豆得豆 众瓜得瓜 重点啊 是要我们去了解 因啊 是主因 它会在助言之下 变现一定的果报 所谓的因果丝毫不爽 就是这个道理 好 请大家看讲义 人生生死之来气 因缘 礼途之顺逆规律 命运之好坏根地 皆在前夕因果丝毫不爽 因果律之自然 法则中 一生财富 自重福典 自说福果 理之自然 我们每一个人啊 生死之来气 因缘 生从何来 那死要往哪里去 我们活在当下 一切的生活变化 在这人生当中呢 顺逆啊 的规律 以及我们 一生命运好坏 的根地啊 根地呢 就是 主因啊 有的人出生就在富贵人家 有的人一出生呢 就在贫贱人家 这个就是根地 这不是 上天给你安排的 这个就是你自心理体的天 你自己造的因 这个才是根地啊 所以呢 皆在前夕因果律之自然法则中 这个因果的法则呢 它是丝毫不爽的 所以我们人啊 如果了解这个真相啊 我们就可以知道 在一生当中啊 所拥有的财富 是你自己啊 所种的因 所谓的注种福田 而你注收福果 正是俗话所说的 一分耕吟 一分收获啊 没有丝毫的侥幸啊 更没有半分的偶然 这个就是真理之自然 我们了解以后 深信因果 当下呢 可以安平乐道 过去的一切 我们知道来自于自己 不圆满之处 我们心平气和的 去观照自己 然后积极把握当下的 实相真理 创造好的因 变现更美好的未来 好 我们再请看下文 天地无心生万物啊 自然生 无心害万物自然媚 而万物无心无欲 奉献自我 远比人类自私杀伤万物高尚 天 好生之德 它呢 不会左右于 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每一个人 所以天地无心啊 生万物呢 它是自然生 自然媚 它无心害万物 而万物无心无欲啊 自然自我啊 自私的杀伤万物啊 更是不可思议啊 所以我们现在的气候 非常的极端 到最后呢 是自我魅亡 再请看下文 奈何金人不信因果规律 投机其巧 长存侥幸 暗示操作 损善败得 自认人 不觉 鬼不知 其为自欺欺人 岂能欺天赋 在时代里面 人的心 越来越浮动 静不下来 没有办法 来听闻 实相的真理 所以呢 对因果规律啊 是没有办法了解 在自己私心的世界里 投机其巧 堂存侥幸 乃至你暗示操作 以为人不解 鬼不知 损善败得啊 最后的结果 也不过是 自欺欺人 欺骗一个人很简单 可是你要 欺天啊 就百分之一百不可能 这个天啊 就是您的心 如影随形 那个才是真正的天啊 每年你的天啊 无所不知啊 好 我们再请看下文 事人不明因果 不信因果 故以私信所欲 行事 是以金钱万能 追求财色 获利为荣 争巧夺利 不择所断 兴武善德 照作恶业 待到后端临头 方才畏惧 恐为死 玩意 实相真理啊 一般人呢 都不了解 所以他对英国啊 也就 没有办法彻底明了 他就 没有办法 深信英国啊 甚至不信英国啊 随心所欲啊 以金钱为万能 所以呢 大家啊 追求财色 获利 争巧夺利啊 不择所断 平武善德 一切照作 都是恶业 这样的力量啊 越来越强 果报呢 很快就会现前 等到呢 恶的果报 现前的时候啊 所谓的后端临头啊 未继啊 为死已晚 果报已经形成了 所以我们 为什么要了解 实相真理 因为我们要从 因地里面去了解 我们从 起心动念 来修正 我们的因地心 那一切呢 会随顺 这个好因缘 这个就是 人生要幸福啊 来生要光明 势必要 的途径啊 这样才能够 确保 诸圣姻缘 好 这个单元啊 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祝大家 幸福快乐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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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